好 那我們首先來看一下 你往下走 您可以看到 其實 OneNote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您可以先看一下 首先第一個 其實我們現在可以知道 我把它放大好了 現在有所謂的翻轉學習對不對 常常都聽到這個名詞 那老師有沒有想過 你要怎麼把它用在你的教學上 別人講是別人的事情 但是重點是 你如果想要用的時候怎麼用 那一般來講的話 我們大部分 最常聽到的就是從可汗學院 軍藝 這邊 主要是以所謂的自主學習為主 那當然除了自主學習外 還有沒有別人 還有很多其他的 那您可以使用的這個什麼 這個平台 事實上是蠻多的 那一般學校 高中指 有的學校有 有的學校沒有 有的學校是有所謂的數位學習平台對不對 但是多數的像國中小 大部分就都沒有 高中指就是一半一半 那如果說學校有的 大多數啦 大多數很多都是變成交作業的工具對不對 大部分都交作業比較多嗎 比較少 然後拿來當就是 好像是一個教科書這樣 很認真的當作是一個教學的平台 所以事實上同學很多他的印象裡面 他就覺得 喔 老師一定要介紹一個 學校數位學習平台就是來交作業而已 那這樣其實是蠻可惜的 我們希望他就算要交作也要高興一點嘛 那麼 OneNote這個翻轉學習平台呢 其實老師可以很方便的怎麼樣 把您 不管是您學校的數位學習平台資料 還是您手中的數位教材 您都可以很方便的傳到上面去 那他本身其實並不是說他提供很大的空間 讓你去放 而是他會跟誰 Google的雲端硬碟 就是Google的服務做整合 好 服務做整合 所以其實 Google 雲端硬碟就是你的什麼 整個一個教材的空間 雲端硬碟有多大 標準的 老師我用標準帳號是不是15G 對不對 但是現在有不少學校都用什麼 Google 代管學校的那個信箱 好 代管信箱 那空間多大 多少 10T 那是應該是全部的 協作平台全部的 空間這樣子 無限大 真的 就是您的雲端硬碟空間是無限大的 這樣老師有沒有覺得 比較實用一點 你就不用擔心了嘛 對不對 所以像你可以看到我剛剛那些 影片啊 還有學生的作業啊 像我在學校教的主要有視訊的規數 那檔案是不是都相對大很多 那我就不用擔心說 我的資料怎麼樣 同學會上傳之後 哇糟糕會有問題 你看 我給你看一下 是不是真的無限大 這個 先縮小一下 給您看看 我在這裡 有沒有發現這裡 顯示的是已使用對不對 如果你是一般的 它會顯示春花枝 這樣感覺應該不一樣吧 春花枝你就要開始東省西省了對不對 你就想糟糕了 來 雖然要不要付費的啊 對不對 但是這個不一樣 你就只使用多少而已 你就一直上去 所以這個是 您可以參考一下的 那我也有寫一篇文章 是跟這一塊有關的 您可以看到我們的任務裡面 這裡 煙錫子讓你把它打開 您就可以看到在這邊 有沒有 那Google學校王玉香 本來是只有30G 本來是Double而已 但是後來呢 前兩年 他就把它升級到 就是無限大 所以您也可以去找找看 找到之後在這邊 在這裡 這樣可以說有圖有真相嗎 所以這樣應該看得比較清楚 原則上就是 如果您有的是學校代管的信箱 基本上就是那個空間無限了 這樣您在使用上 應該是比較沒有問題 那麼再來 我們來回到剛剛這邊來看一下 所以原則上 其實OneNote它本身 並沒有提供所謂的太多的空間 主要的空間是來自於就是什麼 就是跟雲端硬碟的整合 那它除了這個 跟您的數位教材做整合之外 事實上還有一個很重要就是可以做什麼 做一些互動 等一下我們一起來試看看 一起來試看看 包括一些測驗 你要做測驗也好 測驗也有很多種對不對 你可以 包括問與答 然後呢 還可以用一般的 投票的也是一種測驗 還有一個其實蠻流行的 我相信老師的教材面 有沒有一部分教來可能是來自影片 因為現在網路上影片 有很多是可以當作我們的教材來源 有沒有玩過 題目就在影片中 先出一題聽一下對不對 說好到這裡聽 然後你就問問題 但是老師要特別記住的 我那個是在第幾分第幾秒 有點累對不對 這邊不用 同學在看的時候就自動跳出來 沒有打不能跳下去 不能繼續看下去 所以你在一般的電腦教室是最方便 但是我在一般教室其實也是ok的 也是ok的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您有發現了 我們有沒有介紹幾種註冊的方式 總共有三種 那他最大的好處就是說 因為像我有跟高中子在做所謂的協同教學 新竹高商跟南投高商 可是我就有發現 現在有些同學 其實是沒有什麼 沒有那個信箱 或者他根本就不再用它 因為他們都只有LINE跟FB而已 對不對 現在他們不太用這種方式收信 那像我暑假 上上禮拜 才剛上完兒童班 你看我也很無聊 有大專的小朋友的教 小朋友根本不用講 他是不是也沒有那個Email 對不對 因為Google也好 Facebook也好 請問他幾歲才可以註冊 像你老司機都不敢關心 你們家的都出生就幫他註冊一個不可能啊 因為要我沒有記錯是12歲啊13歲才可以註冊啊 他條約上有寫 所以你那個出生日期年份太早 少於12歲是不能註冊的啊 只是大部分都自動選一個比較老的這樣 所以這個時候訪客就很重要 好 那再來還有一個情形 其實我有寫一篇文章專門講這一塊 因為 比如說如果你是一般教士 或者是說老師你用分組的方式 如果用某一個同學帳號 這樣是不是有點不太好對不對 這樣說欸 其他那我同一組的你用我的 啊這樣不是很奇怪 所以你也可以用什麼 訪客的方式 那大家就一起登錄哦 因為現在有的那個學校高中子有在推那個行動學習 對吧 大家的都是行動學習的吧 那行動學習的話是不是都會有一個平板 那麼這個時候呢就可以用到 因為我下禮拜要去講一場也是one note 但是他就是針對高中子的那個行動學習 行動學習的部分 那他們學校可能就是同學應該都是人手 一個平板 就是做行動學習這樣 那所以你用訪客的方式其實也很方便 因為他也有什麼 one note也有提供一個就是那個 行動頁面 行動頁面所以他在其實是比較小一點的 他也可以看得到 好 那所以這個是大概給大家呢 先稍微有一個概念說 欸其實我們在one note裡面大致上就像這種方式 那麼您再往下看 後面這個訂閱啦 學習我想我就先不講 我們就實際來操作看看 好實際來操作看看 這樣可能大家待會呢會比較有印象 那麼您從右上角就是從上面這邊 有一個任務 您待會可以一起點進來 您有沒有看 你看 我怎麼知道對不對 您點開來看一下 喔 果然 你看 有位老師已經剛剛已經先看了 我們這邊是比較乾淨的喔 因為現在大部分大家都還沒有進去看嘛 所以還好 你看點這邊 有 都很乾淨 你如果去看看我其他的 我給老師看一下我其他的群組 好 我們看 上個禮拜的 有沒有這樣比較看得清楚 誰有看誰沒看 對不對 有沒有做完 還是還在跑路中的 好不好 那糟了欸 有在進行中 因為你可以老師可以設定所謂的過關條件 過關條件 如果他還沒有達到過關條件 就知道他有在看 可是還沒看完 還沒有達到您指定的那個條件 可能是時數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 那像 你看我上兒童班的有沒有 這裡有兒童班的 兒童班的小朋友都會叫老師盡量閉嘴 因為他們玩得很高興 所以 你看這上面也是一樣 他們就是自己做自己的 自己做自己的一個 一個模型 那 像我們在 學校裡面的 學校裡面 像在這邊 這個就會 比較多 因為我們要求會比較多 所以 同學如果沒有看 成績就會 會有一點點影響 有沒有 這邊就看得比較多 就看得比較多 所以這個是 給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其實 OneNote 它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 不只是 你只是做一個什麼 教材 那麼同學如果你想要當作是一個比較互動的 了解同學學習情形 他的統計資訊 其實事實上還蠻豐富的 蠻豐富的 這個是先跟老師簡單介紹一下 好